今天有個小賊 阿諾跟工程師老公 也在前年結束了婚姻關係 對 你為了給三歲半的女兒 丁丁一個家 你咬牙砸了兩千萬 在新店買了一個中古屋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不買防疫族 又很怕所謂的負債 所以我以前都是存 或者是我就很怕欠錢這樣 那時候剛離婚 然後就會想到說 我女兒可能會要去美國念書 對 什麼時候我們都還在討論 但是就覺得她有一點 才三歲要去美國念書 就在想 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她也才兩歲 我就有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媽媽 都會想比較遠一點 然後就會想說 那這樣見不到她 然後反正 我也是因為離婚 然後可能回娘家住 我就又想到說 我從娘家搬出來 然後搬出來住進去 這樣從我這輩子 大概有十次了吧 就會覺得說 我媽她們都一直在那邊 所以我每次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就跑回那個地方 所以娘家很重要 對 我講 那如果有一天 我女兒去美國念書 然後她每一次 如果什麼樣 她想隨時 她想回台灣找我的時候 她如果還要打電話問說 媽 你在哪 你現在搬去哪了 你在哪裡啊 家在哪 然後她如果人生地不熟 什麼 哪裡 那是哪 這樣我就會覺得說 這樣她好像沒有一個避風港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想要給我小孩 一個避風港 給她一個碗 就是一個家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 想說好 我就買一個房子 就是妳買的那個 新店這個 對 差極風的 那個原本沒有長那樣 你知道嗎 是我最後 因為想 我們家人也是鼓勵我說 你要住進一個 你自己的家 你要把它弄成你喜歡的樣子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去找設計師啊 每一個人給我的報價 我都頭皮發麻 所以最後 那最後我是把我爸 我爸70歲 68歲還69歲 快70歲的人 把他簽到那個 銀行給他蓋手印 不是 我跟你講 他蓋手印他還輕鬆 付個錢 我把他抓去銅包 然後家裡頭是水電 然後簡單的 銅包就是他要幫我管 可能 他要當公投 還要監工 還要什麼 然後重點是水電 他要幫我包 因為他以前是水電師傅 所以全家的水電 他幫我包了 我就可以省個幾十萬 好棒喔 然後對之後 他如果簡單的木座 簡單的泥座 全都他弄 所以他老了 他老了五歲 你知道嗎 弄完這個他老了五歲 還是十歲 他暫時他就想說 你暫時先不要回來 然後我 但是因為我看我爸 這是你喔 我是看國外的影片 好多人就是為了 省莊黃錢 其實自己下去做 我是可以省滿多錢的 是真的可以省的 但是真的要做 其實很辛苦的喔 好厲害喔 而且當然因為我 我的知識面 我比較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我一定 只能做的就是勞力 那還好你爸爸在啊 對 但是你們看我這樣子 順便健身啊 我爸每次都會唸我說 然後你這次今天要來幫忙 像我那個自己全屋的管線 都我們自己拉著 對你這個重新拉管線嘛 然後 所以我現在每插一個插頭 我就會驕傲的說 這插頭我自己拉線的 然後這個插頭我自己拉著 這個很驕傲 對 就每次講到 我就會覺得說 哎呦 就是有那尾巴有翹起來 好強喔 對啊 媽媽真的好強喔 對啊 但是你知道嗎 那最痛苦的是 每次要搬重物的 真的很重的時候 我爸都會跟我說 可以你可以的 我真的都是咬牙耶 他上次叫我搬一個 什麼電動曬衣架 他說我跟你媽兩個人 從這個樓上搬下來 應該你可以搬上去 他是叫我站在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東西上面 扛了一個 大概四十 六十公斤 還是四十公斤的東西 要這樣子 我扛第一次了 我就這樣子來 他就說我數到三 把他扛上去了 我說好 然後我就在上面抖 他說一二三 我就 然後他立刻說 叫什麼叫 我從來沒有被我爸罵過 因為女兒都是爸爸的寶貝 我爸就回頭說 叫什麼叫 整個社區都聽到你的聲音了 你幹嘛這樣叫 我說不這樣叫 怎麼站得起來 你們父女在互相折磨嗎 但是最後我真的就是 真的被我爸訓練到 我都想說 因為當媽媽之後 我真的就沒有運動過 我光就是那幾個月 就順便真的當健身 但是 現在其實裝修好花錢耶 很花錢 而且你又走這個叉吉峰 人家說叉吉峰 別看那麼簡單都沒東西 超貴的 都藏在裡面 前面要花好多精神耶 我跟你說我原本找設計師 我跟他說我要 極簡峰 還不是插吉峰 極簡峰 全部東西你就是平定 然後那個東西 就越簡單越好 就他們全部都報 最少都報220萬給我 然後多了270萬 但是我必須說 我用成這樣的風格 我花的錢並沒有變少 但是就變漂亮 因為插吉峰的東西 其實是所有的圓弧都好貴 插吉峰 插吉峰就是一個 好像很質樸 有一點 纏的意思 有一點 纏的意思 纏風 就很安靜的 安靜 簡單 對 我那時候一直跟他說 我要什麼圓弧 其實什麼他都幫我做出來了 就是說你的每一個腳收尾 都收成圓弧 牆腳也收圓弧 電視也收圓弧 沙發是圓弧 基本都是圓弧對不對 因為插吉峰他就是比較圓弧型 但是我一開始喜歡圓 一開始我應該是說我喜歡圓弧型 我才喜歡插吉峰 因為小孩子他壯 小孩子真的真的 所以那時候從小孩子之後 我就很比較喜歡圓弧的東西 比較不喜歡太利瑞 銳利的東西 所以就弄了一個這樣的家 然後那電視牆 如果有人願意出80萬 我爸就幫你做 真的嗎 你說這個 真的太費工 其實是真的費工 這個不只是這一個 那下面走先要先走好 而且那個拉完我覺得之後 維修都會比較麻煩 都要麻煩爸爸 那幾吋啊電視 65 OK 廚是真漂亮啦 你會請我們老師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房子裝潢成這樣 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風水問題嗎 李星老師 好剛剛有提到 其實插吉峰就是走所謂的禪峰 那他的一個特色就是說非常的簡約 所以我們在看就是說 所有的配色裡面 大部分都是走所謂的中性色 或所謂的這個大地色 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說插吉峰 它有點像我們這種 道家的這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要崇尚大自然 我們要道法自然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流線型的一個設計 不管是說家裡面的梁柱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梁跟柱 我們都圓弧形包起來了 對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一個拱形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這個沒有所謂的絕對的好 或者是不好 因為我必須說 現代人的生活習慣 生活環境 包括我們整個人的 我們就是後面的這些年代的年輕人 其實跟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我們適當的與時俱進去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就是提醒 因為剛剛有提到插吉峰是極簡約的風格 對 所以有幾點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家裡面如果太多這種中性色的話 其實看起來會比較沒有生氣 那所以那就會建議 像您的餐桌就放得很好 你放了一個濾質的盆栽 對 那因為當所有的都是中性色 我放一個簡單的一個濾質的盆栽 它就能夠跳色出來 因為這種跳色的話 那其實我就可以讓我空間感更加的活潑 而且自古以來老祖先習慣用盆栽 來為家裡面的生氣去做一些延續 那第二個就是說大量的中性色 我們要非常注重採光 雖然說從您的這個照片上面看起來 我白天的採光沒有問題 可是到晚上的時候我就會建議 我們主要的幾個空間 家人會常待的 比方說客廳或者是臥房 又或者如果說您有玄關的話 我們可以保留一盞暖光源的長明燈 讓它盡可能24小時保持常亮 會有這兩點其實都是回歸到一個 要避免插擊風會觸碰到的風水殺氣 叫做宅大人少 對 因為我追求了極度的極減風 所以我家具盡可能少我就少 然後我盡可能多運用收納 因為我就是喜歡這種通透的感覺 對 可是如果說當一個家我太過於通透 感覺我進去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給人會有一種比較虛 那你虛的話 第一個可能就是在睡眠的品質上面 會容易覺得我怎麼睡都睡不飽 然後對於孩子而言的話呢 你會覺得就是說 他好像在讀書睡眠的狀況 一直沒有辦法提升起來 那當然因為格局我們已經固定了 我們不可能再把它縮小或變大 所以就建議阿諾我們可以運用暖光源 或者是盆栽 我們去幫房子裡面的氣場去做一些加強 那當然如果說從照片上來看的話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可以直接看到 坊間長遞到了幾個風水煞氣了 我第一個我先講這個拱形的結構 那這個拱形的結構我從照片上看上去 很像一個拱形門 也很像一個拱形窗 好 那其實以拱形這個風水煞氣而已的話 坊間都會說這可能是墓碑煞 可能會造成說健康 或者說家人會容易聚少離座 對 事業會受影響這些負面的這些狀態 但是其實就我的觀點看起來 這個有點浮誇了 這有點太過於誇張了 那我個人認為以現代而言的話 我們只要盡可能的避免 我們居家大門是拱形門 那其實在房子裡面 我們適當適量 簡約的做一些拱形的這個結構 其實無傷大傷 而且重點來了 如果說我們搭配這張平配圖來看的話 雖然說從照片上面看起來 它是一個拱形窗 可是實際上這個拱形結構 是位在平配圖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原本的陽台 現在阿諾是把它外推出去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拱形結構 它既不是門也不是窗 它單純只是我們屋內的一個設計而已 那所以這樣子就不存在 我們所謂的拱形門或拱形窗的風水煞氣 那第二個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照片看起來 就在右邊的這張照片很明顯的 我拍攝的角度是從大門拍進去 那從大門直接拍進去 我能夠拍到落地窗代表我大門和落地窗之間 沒有屏風 也沒有櫃底 更沒有玄關 沒有 所以在坊間很多講法 這個叫做 穿塘煞 每個人都講 那一般對於穿塘煞的一些課反印象 就是說 那可能會容易破財 甚至可能會有雪光 然後家人會不容易聚在一起 但是我講重點 其實穿塘煞 它最原始的名稱叫做穿塘風 所以在我的定義上面 現在要構成穿塘風 要有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要長時間 其實穿塘風很舒服 很涼快 透氣 很涼快 這以前那個 老師那個有這種 套天的有沒有 前門後門 後面那些 那些廚房那裡 一開那個風就 整個都不用開冷氣這樣 可是其實這個不聚才 是 那為什麼以前的人會說這個穿塘風不好 因為以前大部分三合院 而且都坐北朝南 那所以以前又沒有電風扇 也沒有冷氣 那夏天吹南風 所以夏天的時候就會長時間 把大門打開 我要讓氣流進來 可是如果說我外面是那種氣流很大的話 一直長時間往屋子裡面吹 自然而然就容易構成我們 刻板印象當中的穿塘煞的印象 好 那回歸到剛剛講的 剛剛講說第一個要長時間 第二個一定要強而有力的氣流 第三個它要連續連貫的從大門 貫穿過客廳一直穿透到落地窗外面 可是重點來了 現在特別是阿諾你坐在這個電梯大樓 你大門打開其實不是戶外空間 是梯間跟公共空間 所以原則上不會有強而有力的風往裡面吹 第二個就是說現代人很注重隱私 所以我大門會連續打開的時間 我相信加起來不會超過兩分鐘 一天裡面 所以也不會長時間打開大門 第三個就是說我們這個落地窗 如果說像阿諾這樣子 我平常我是關起來的 但我只是偶爾打開來通風 那這樣就能夠避免我長時間 有強而有力的氣流從門口貫穿屋內 這樣就不會構成穿堂煞的影響了 老師那這只是講了風 那沒講到光呢 光是不是也是煞的一種 那其實講到光 我必須很佩服阿諾 因為這個圖片 它已經把我們視覺上 穿透的這種穿堂給化解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運用了沙連 那其實沙連一個概念 它就是透光 但是它不會透視 它不僅保有了我們屋內應該要有的採光 但是它避免掉 我一進門就看到穿透過去 就是您剛剛講的 我是不是直接就看到戶外的景色 還能夠讓家裡面更有生氣了 就避免掉這種負面影響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舒服的空間 我每天回去都很開心 而且我那個牆壁上放了兩隻魚 所以我女兒是雙魚座 它又叫丁香魚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燈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妳放這兩隻是白昌吧 不是啦 它是兩隻魚就是雙魚 然後下面 下面而且我女兒一看到 她那時候三歲 才剛三歲 她一看到我說 你知道這是什麼啊 她就說下面那是媽媽 上面是她 喔 因為一隻大一隻小 那就是我家的家徽耶 好可愛喔 然後我在那個出門的時候 也把那打開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就會有兩隻魚燈等我回家 你知道嗎我以前 說實在我以前還沒小孩之前啊 我也有就是跟 也有聽過其他 可能比如說自己 要帶小孩的媽媽聊過說 為了要給你小孩一個空間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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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你要過那麼辛苦呢 你們就 我們就小一點啊 什麼什麼這樣 這樣也可以過啊 可是自己當媽媽就知道說 就不想讓小孩子 待在只有這樣子的空間裡頭 趴跟長大 尤其是他們現在是疫情寶寶 長時間有的時候 之前他們就是都一直待在家裡頭 都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會捨不得 所以才會想要辛苦一點 然後給他大一點的空間 沒錯 耐生偉大 真的